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习近平5月5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做出了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指示之后 北京宣传部门的反应可以说冷冷清清 一点都不热烈 还可以说北京官媒对习近平的支持力度是越来越减弱的 比如5月6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就是很坚决的支持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 5月7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努力同心巩固抗议成果 因时应事做好精准防控 这个题目中就没有出现坚持动态清零了 反而强调要精准防控 这就说明人民日报对习近平的支持是减弱的 5月8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分秒必争的行动 抓时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这篇文章的题目更长了 但都是一些泛泛而谈 实际上对习近平的支持是减弱的 再比如解放军报 5月6号发表文章 题目是 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这篇文章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五次 5月7号解放军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 毫不动摇坚持动态心灵总方针 这篇文章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四次 5月8号解放军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 坚决筑据住 坚决住牢疫情防控屏障 这篇文章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只有一次 这也反映出 解放军报对习近平的支持力度在减弱 更有意思的是 在5月5号习近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 有一个叫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专栏 就是从5月6号开始突然停止了 我们看5月1号新闻联播就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专栏节目 他的题目是劳动最光荣实干创伪业 5月2号新闻联播也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专栏节目 题目是强国复兴奋斗有我 5月4号新闻联播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专栏节目 题目是竹梦伟大时代奏响青春之歌 5月5号新闻联播也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专栏节目 题目是让青春之花在不懈奋斗中绚丽绽绽放 可是在5月6号以后的新闻联播之中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专栏就停止了 这就是让人感到好像大有深意 因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专栏本来就是专门要吹捧习近平的 为什么在习近平5月5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之后 这个吹捧习近平的专栏突然就停止了呢 难道说5月5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因为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的只有这七个常委了 所以这个会上发生什么事情也只有这七个人知道 如果这七个人不说那别人也就只能猜了嘛 但是呢我们从整个的情况来看 就是从5月5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呢 至今为止习近平没有在新闻报道中再次露面 可是李克强在新闻报道中露面了 人民日报5月8号的头版报道 全国稳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5月7日在今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这个会议李克强并没有出席 他只是对会议做出了批示 可是居然李克强的批示也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 过去李克强的新闻是经常被放在人民日报 第三版第四版 而且呢还是李克强亲自参加什么会议 或者会见外宾的应该是不得不报的新闻 过去李克强做出什么批示啊 根本就不算新闻了 可是现在李克强的批示不仅是新闻 而且还变成人民日报头版 甚至把李克强的批示也变成了叫做重要批示 由此可见呢 李克强的地位啊 在5月5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 他并没有削弱 反而是增强了 因此呢上述这些迹象都表示 习近平在5月5号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可能是为了试图挽回最近对他各种不利的局面 但这个会议的结果呢 似乎习近平并没有能够挽回局面 甚至局面反而更加糟糕了 所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啊 从5月6号之后就取消了吹捧习近平的专栏 这就可以看成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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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